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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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何佩奇與平淳 簡田恩帶來的 探討便箱平台制定購物節的首發與效應 以蝦皮111購物節為例 嘿嘿 蝦皮現在有雙十一大優惠 我一定要先雞放滿特買 真的假的啊 而且這次還有席當免員券欸 會不會太好嗎 欸 可是你上次購物節買的東西不是很有用嗎 董事你不懂啦 你優惠當然就要多買一點才華算啊 相信大家對於以上場景應該都不陌生吧 那就跟著我們一起來看好電商品牌的行銷手法了 我們指示的研究主題是 看好電商品牌制定購物節的手法與效應 以蝦皮雙十一購物節為例 我是簡田恩 我是何佩奇 我是李宗盛 我們知道的趨勢是 賀家李老師 在這人手一切的時代 網路購物取代的屍體 購物已經變成了一種趨勢 相信大家對於蝦皮 某某 PC Home 伯克萊等 應該都不陌生的 那商人們究竟用哪些行銷手法 來制定所謂的購物節 正是我們主要請攀討的議題 因此 我們希望能透過此次也就調查合出 電商品牌究竟用哪些行銷策略 來制定所謂的購物節 我們同時也希望能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 購物節對於其本身到底是否有帶來更多實質上的影響 最後在歸納證明書 電商品牌制定購物節對於其本身市場的銷售量 是否帶來正面的效應 由於我們主要的對象都是學生為主 且發現大多數周到的同學 都是讓蝦皮做的最主要的購物品牌 因此我們覺得以蝦皮雙食購物節為例 那麼蝦皮購物網的行銷手法有哪些呢 關於這點 我們主要歸納出四個行銷手法 第一是廣告傳傳 蝦皮會邀請一人來拍攝廣告 並放上YouTube及其他平台傳傳 同時蝦皮也會在社群平台上面建立帳討 提供消費者最終以利接受最新的消息 第二是多種種會 蝦皮在購物節當天會退出 免運券、優惠券、商城打折等多種優惠 提供消費者的選擇 蝦皮內部也有會人質 等級月包、退貴也就相對增加 第三是限時優惠 蝦皮在購物節當天會退出具有時效性的優惠券 例如免運券只能夠在當天使用 就可以讓那些正在覺得要不要購買商品的 消費者沒有多餘的時間猶豫 購買的機率就會比平均高要來的大 第四是商品多元性 因為蝦皮的上價限制相較於其他平台 價格要來的低 商品種類多 自然而然就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消費者 那麼購物節對於蝦皮到底有沒有實體的效益呢 我們針對學生發放了有關購物節消費行為的問卷 並回收了330份問卷提供我們調查 看到這張圖 深色部分是學生在沒有購物節時的花費 而淺色部分則是在有購物節時的花費 我們可以看出 在沒有購物節時 以花費500元以下的學生比例降得最多 但是在有購物節時卻都有明顯下降的趨勢 而相反的 在沒有購物節時 花費1000元以上的能速比例占得非常低 但是在有購物節時 全部都有明顯的上升趨勢 由此可知 購物節確實對蝦皮帶來極大的傷機 接下來讓我們看到 學生最常使用的優惠 底下三校是蝦皮帶雙11購物節 主要推出的三下優惠 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出 最多人最常使用免運券 那麼我們推測的原因是因為 學生大多數都沒有賺錢能力 因此運費對學生來說負擔較大 那麼排名第二的則是優惠券 優惠券的使用人數之所以會少於免運券 我們推測的原因是因為 優惠券的發放時間 學生多在校上課 那麼學生也就不會花時間去搶優惠券 最常人所使用的是紅利點數 那我們的推測原因是因為 學生大多數都沒有信用卡 那麼他們也自然不會去使用 跟信用卡有關的紅利點數 接下來讓我們看到 購物節對於消費習慣 以及社會環境的縱編影響 首先來看到對電商平台的影響 雖然說購物節確實能夠增加 電商平台的銷售能 但是當你同時有大筆的訂單進來 可能會導致它在出貨時的失誤 進而降低其服務的品質 第二個我們看到對消費者的影響 消費者可能會為了湊到優惠金額 而購買了許多不必要的商品 那麼這種未經思考的衝動性消費 其實在購物節期間是很常見的 第三個我們看到對環境的影響 從這張圖我們可以明顯看到 由於你消費量增加 包裝商品所產生的垃圾 也就可以跟著增加 尤其是當你打開包裹之後 裡面有時還會有許多的塑膠袋 或破壞袋 那麼這些垃圾呢 是一定會對環境造成不小的負擔 接下來我們看到對超商的影響 這個情況其實在購物節過後是很常見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包裹都已經堆滿了超商的走道 那這勢必會影響到前來消費的民眾以及這家超商的電源 那沒有指示的研究我們可以得出 電商平台的確可以用以上三種停銷手法 來刺激本身市場的銷售量 分別是創造化黑信 給予優惠措施 以及增加復工率 那我們同時也要呼籲消費者盡量購買包裝簡易的商品 以兵能產生過多不必要浪費 然後我們同時也要提醒消費者在這回事購買之前 知道理性思發到底有沒有實用性 然後再給自己設定了金額上限 才是最聰明的消費方式 那每次都是我們指示的研究 謝謝大家